老夫人,娘娘,切莫怪四娘擅作主张 我也不想冤枉了无辜的丫头,就花了银子 让干娘找外头的人帮着跟一跟莫子的行踪 谁知,竟发现她女扮男装出入什么望秋楼 还有城外的船厂子 姐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回府 她这样,三奶奶也不管 四娘虽然出身卑微,也懂得女子安于世的道理 更何况,咱们进王府,不是一般的人家 怎能游得如此行进,败坏负德 四娘想了又想,便是您二位以为我居心叵测 我还是得把实情相告 免得日后让别人知道了,说王府里的闲话 四娘瞧着,三奶奶是个好的 就是太宠那几个陪嫁丫头 难免让她们窜夺了,才做出这等不体面的事来 四娘寇请老夫人和娘娘明鉴 打死这些丫头也罢 却别为难三奶奶 说她几句,让她以后不要再放纵丫头们就是了 照金丝干娘和金丝的说法,就是她死定了 墨子敏唇,眼眸莲锦 金丝说完后,金丝干娘作证 墨之愿两个小丫头作证 还匆匆进来一个男人 据说就是跟踪墨子的这位 墨子暗自吐槽 且不说袁府和靖王府戒备森严 即便他在外头,暂尽几乎和他形影不离 根本不可能让金丝派的人跟踪 而这汉子看上去贼美蜀木 也不像本是高强的人 显然是托 然而,望丘楼和红鱼的事 却让他们查出来了 只是金丝描述的笼统 其他人何事一败不知 照理,说得越细 越令他无法招架才对 那么,极有可能是听人说的 是他和裘三娘都疏忽了的 那个隐藏在金丝身后的江湖靠山 你还有何话说 老夫人立鹤道 年纪一大把,生气十足 细看多了,当自己青天大老爷 莫子是现代灵魂 觉得为了要从他口中套出 求三娘做生意的事 这架势是否小题大做了 老夫人,莫子真是无话可说 四娘所说之事 莫子从未做过 自上回惹老夫人生气 奶奶就罚我守竹林 三爷洗竹,林子觅而长 我整日忙东忙西,不得闲 竹屋就是睡觉的地方罢了 平时没时间整理屋子 老夫人若不信 找红妹绿菊他们一问便知 白河还没出去时 都是他给做的饭 几个人轮着送 无话可说是谦虚 他其实一肚子话 绿菊白河当然是帮着你的 他们的话怎能信 金丝淡淡一说 他们的话不可信 那四娘的话怎可信 你曾是三爷眼前的红人 这三奶奶进门 长眼睛的都看得出 你不再似以往那般受宠 奶奶生疾病 我们在外头找了两朝御医 一诊就说是毒 总不见得是奶奶自己毒自己 你此时指墨子行为不规矩 寒沙摄影又指奶奶叫唆 有人证物证 可我们也有人证物证 确凿指你干娘威胁墨之院里的丫头 让她在奶奶的吃食里下药 那是不是我可以说 一切都是你在指使 这事三爷也是知道的 奶奶瞧在三爷面上 就没跟老夫人和娘娘说 娘娘不久前 才想把你一双儿女 放到奶奶院里养 这会儿你就编派奶奶的谣言 动机十足 墨子一撇嘴角 又对那位冷脸老太道 墨子斗胆直言 这些证据定是思娘事先安排下的 老夫人和娘娘不可信她片面之词 平日来往墨之院的人大把 姑娘们 大爷二爷 还有管事的丫头仆从 就请来一个个问 瞧这些人中有没有见墨子爬墙的 还有 思娘说说看 哪日哪时哪刻来竹林找墨子的 你 思娘的冷静终于破功 瞪其眼 于情于理 人证物证 该有公证的第三方收集 思娘和我家奶奶矛盾 和有目共睹 物足取证 墨子这话虽来自现代法证的观念 但经他解说 浅显易懂 娘 王妃想 墨子说的有道理 永儿冷落金丝已久 媳妇的病来得凶猛 且墨子说他们有凭证 不思说谎 老太太打定主意 任墨子说的再合理也是旺顾 他之间似有自己的目的 不过 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而已 利用完 再清算 不知悔改的贼丫头 瞧清楚你面前的主题 这可不是思娘随便拿来栽赃的 是我派了人 在你屋子里找出来的 看你狡猾多舌 当着主子们的面 还敢理直气壮 思娘有句话还真没说错 三奶奶把她的陪嫁丫头 宠得无法无天了 墨子低头 仿佛在桥那几节竹梯 又仿佛不敢直视老太太的目光 说道 墨子搬进去之前 这梯子就在竹屋的杂坊里放着 平时用来修竹剪枝 老夫人大概误会了 梯子那么短 怎么上得了墙呢 老太太没想到 墨子反应快到如此地步 当时看到这几节梯子 她本来对金丝的话是将信将疑 才终于真信了 这么关键的物证 她也不容墨子推翻 冷笑着说道 哼 你别以为这样就唬得过人 这里有几节梯子呢 我让人比过了 节节夹起来 就正好是墙的高度 节节夹起来 墨子歪着脑袋 似乎在想可行性 怎么夹法 墨子不懂 老夫人不妨请人示范 给墨子看看 不见棺材 不掉泪 老太太叫进来 两个力气大的妇人 嘱咐他们 将梯子搬到外面 用绳子绑着架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也没人进来回报说好了 老太太派心腹婆子出去看 婆子进门 就说绑是绑了 就是架不起来 仆妇们正视不同的戏法 于是 又等了好一会儿 但这次禀报 梯子能架 却短了老大一截 老夫人和王妃亲自出去看 有丫头上来 拽起墨子跟着到了屋外 大冷的夜 灯火明亮 四截的梯子绑好了 不过 刚能过着院子里的墙 金丝干娘嗤之以鼻 哼 绑梯子脚 梯子不就高了 她自以为聪明 老夫人也自认不笨 让仆妇们照金丝干娘 说的去做 绑好后 这次总高度 当然很令人满意 老夫人刚想对墨子呵斥 就让墨子轻飘飘一句话 堵住了口 墨子说 这梯子高是高了 可怎么爬呢 众人在看梯子 一个个发愣 四截梯子 每截六尺长 只有三根横竹蜜梗在中间 头尾各一尺半 靠近两尺没有落脚处 一截和另一截之间 横竹距离就超过三四尺 怎么不能爬 虽然看着古怪 三四尺也不算多大的格据 老夫人找个高大一些的仆妇 让她爬上去 给他们看 那仆妇奋力攀过第一截 往第二截爬的时候 梯子突然开始下滑 妇人一惊 手脚无措 整个人带梯子摔了个四脚朝天 哎呦呦乱叫疼 墨子这几节梯子是有名堂的 头尾竹竿打了蜡 十分滑锁 又没有横竿 单绑两头 玉力自然会下滑 若连横竿一起绑 高度就不够 要连起几节梯子 就得用它专门设计的梯扣 可惜 那个竹屋里能给人搜出来的东西 不会包括这些 换句话说 凡是人能看能找的 都是它无所谓 欢迎大家参观借用的 这下 唯一的证物成废物了 老太太正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园子那头匆匆跑来一个婆子 老夫人 二爷来给您请安了 娘 这事让维儿知道了可不好 再说 我们也得给永儿留些余地 毕竟是她的媳妇 王妃自始至终 软态度 不若就这样算了 改日找了三娘来问 长辈面前 她不应该会撒谎才是 老夫人却不依不饶 对那抱信的婆子说 就说我歇了 请二爷明儿一早再来 说吧 叫人把墨子带进屋 金丝干娘 唯恐天下不乱 进去后就说 老夫人 婆子刚才带墨子这死丫头进府 在围风居前头遇到了二爷 二爷对老婆子不假辞色 对这丫头倒是好 要她亲口 打老夫人找她何事呢 我早瞧出来 你这提子存了心思 就冲着这个 也不能轻易放过了你 老夫人一招手 给我拿几板子来 打她二十下 看她的嘴还硬不硬 还敢不敢妄想爬主子的床 几板子 是一种大户人家里 管教下人的私行器具 板上有半寸长的木疙瘩 打在身上就跟刺似的扎肉疼 不用太使力 就能达到折磨人的效果 莫子是求三娘的陪嫁丫头 要按逻辑来 老夫人得问过三娘 才能动手教训她 但大周守孔子仁礼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三娘是这家的儿媳妇 既嫁过来就是萧家的人 萧家的人都得听长辈的 别说一个陪嫁丫头 便是三娘的生死去留 还不是由得他们说了算 三娘在囚府 还有老爹可以撑腰 顶着嫡长女的名头 张氏不敢太过歹毒 但如今她成了媳妇 丈夫是天 丈夫的爹娘爷奶 那就是天上天 什么卖生气不卖生气的 在这静王府里 弄死谁的丫头 都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因此 莫子没有拿出那套说辞 说出来 也不过是让人打得更狠罢了 你实话实说 我便饶你这顿打 己目已竖在莫子身后 老夫人目光森寒 我问你 你是否帮你家奶奶 在外馆里望秋楼 和船厂这两处营兽 莫子抬眼 谋中坚定 老夫人既问我家奶奶之事 为何不请奶奶来 主子的事 莫子即便能说 也不能背着主子来说 她是你主子 难道我们不是你主子 三娘是我们萧家人 打她进府那日起 你也就是我萧家的丫头 老夫人声音极冷 没有一点发善心的意思 谁说 陪嫁丫头就不能由 夫家的主子们处理 陪嫁丫头若不是丫头 难道还是千金小姐不成 这是的 人伦便是尊卑有别 长幼有别 陪嫁丫头要是乖巧 媳妇要是听话 自然轮不到这些主母们 来出面料理 不然 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一点可以不含糊 莫子 我们皆知你奶奶自幼 随父行商 来了上都 开些营生也不是什么大罪 只是王府中规矩多 你年纪轻不懂事 做错了 我们当长辈的 总要交上一交 你不必怕 只说三娘 有没有这两处迎胜便吧 她是我的儿媳妇 老夫人的孙媳妇 都是一家人 难道还能吃了她不成 你说吧 说了也免受皮肉之苦 王妃和蔼劝说 莫子请见我家奶奶 其他的 她一概不提 给我打 老夫人手一挥 挤板子无情地落下 在外头的小丫头 听到啪啪声 不由心惊胆战 却奇怪 被打的人 竟不哀叫出声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里头不平静 外头更不平静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 进行中 只等待黎明 莫子睁开眼 适应黑暗之后 借窗上棉纸 吸入的月光 看清了周围的环境 陈旧的木箱子 堆满了一面墙 架子上乱七八糟 放着些杂物 太久没清理过 白蒙蒙一层厚灰 真是货真价实的杂物房啊 莫子想坐起来 一动就疼得她倒抽冷气 干脆还是维持趴姿 那几板子 虽然让她装婚 逃了七八板 前面十几下 却挨得结结实实的 老夫人摆明 要让她先松口 才同求三娘说话 今晚审她的事 是不会张扬的 然而 无论怎么想 她对这位老太的想法 还是摸不太准 知道求三娘在做生意 然后又能怎样 这年头的贵妇 凡是娘家有点家底的 有些装子铺子 不是很正常吗 求三娘顶多 就是没知会长辈 但也没这个义务 要说得天下人皆知吧 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 身上又疼 迷迷糊糊刚要睡过去 却听到门外 有点声响 然后窗子一掀 轻巧跳进个影子来 小姐 影子名叫阿豪 据说 医术挺不错的那一位 再来晚一会儿 我就睡着了 莫子一扯笑 有没有什么好药 涂在皮肤上 清凉的那种 阿豪的身影一顿 小姐身上的伤 以活血药为好 既然活血 势必起热 怎么会凉呢 那倒未必 白花油 敷感清凉 也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不比红花油差 我现在背上火烧火了的 不用急着火血 先降温好了 人犯困的时候 通常容易流露真我 莫子连白红花油 都说出来了 花油 什么花做的油 能有这般用场 阿豪求知心胜 但束缚在他思想上的 桎梏更严 小姐 阿豪没有白花油 也没有红花油 只有外伤涂药 自制的 粗陋些 起效很快 要不要试试 有总比没有强 而且 我相信你的医术 瞧你天天除了跟着我 就是看医书 定然很有心得 我问你 你自觉 可比卖大理丸的江湖郎中 可靠心 莫子不怕得罪人 横树腾成这样了 阿豪身形再顿 应该可靠些 要不是知道这位主子 有时说话不挨边 他会以为是瞧不起自己 那就麻烦你了 不用跟我说被打成多惨 我还能自欺欺人 这是一件小事 不然 我怕熬不住事实 真正丢人昏死过去 疼啊疼啊 要不是他性格强 乌蛙叫救命 容易得不得了 小姐刚才 已经昏过去了 阿豪慢慢走近 那不一样 那些人同我又没干系 装婚也不丢人 莫子勉强爬起来 牙咬进肉里 阿豪第三回愣了 但这次他不说话 上前帮莫子脱了棉袍 掀起底衣一看 便皱眉 只照月光 还是能见那背上 青红一片 鲜红点点 离皮开肉栈 就差一板子 要就差一本来 了吗 再来